那么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形成和 就是这个实际上 一个是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和发展 那么还有一个是法兰科学派的形成 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法兰科学派的形成 和第三国际马克思主义把它区分开来 因为这个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它的一个特点 不管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 不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是东方马克思主义 凡是它属于第三国际的 它都有一个特点 强调革命 强调马克思哲学的一个党性 就是它是无产阶级政党的这样一个哲学 强调它的意识形态的批判性 这个很强 但是呢 法兰科学派的不同 他们这一群 就说它是属于德国的知识分子组成的 那么这一些知识分子呢 他们要求了 就说 他们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 而且呢 要有一种良知 要有这个知识分子的良知 但是他们认为呢 自己不能够站在任何的党派的立场上 不能站在任何党派立场上 而是站在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的 这样一个基础上呢 对现成社会进行批判 所以他们的这个批判的方向是不同 比方说在第二国际的第三国际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 那么西方马克思主义 我们看起来 他们都是对这个法达工业啊 展开一种 如果说马克思恩克斯那个时候是自由资本时代 那么他们面临的是什么呢 是工业 高度工业发展的一个社会 甚至已经开始进入后工业时期的这样一个时代 文化产业的发展 以及这个社会的这样一个上层建筑的变革 都是他们所提出来的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他们都面临着和法兰克学派和西方马克思主义 面临着西方的问题是共同的 他们的立场是不同的 而他们的立场是不同的 就是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 他们强调阶级意识 比方说卢卡奇 强调阶级意识 强调上层建筑的批判 强调无产阶级革命 而在这个法兰克学派 所以他们的研究的问题呢 是围绕着阶级意识研究的这个 对这个资本主义的 推翻资本主义政权 这样一些问题而展开的 但是对法兰克学派呢 他强调是什么 是工业文明的一种批判 对工业文明的批判 正是他们因为强调 是对工业文明 特别对文化工业的 这样一种批判 所以他们的思想 在后来的思想家 随着这个 四十年代五十年代 一直到七十年 思想家产生了一个 持续的影响 就是随着这个变革 产生了持续的影响 所以我们在了解 这个时期的派别的时候 把法兰克学派 要和第三国际的思想家 作为一个区分 为什么到了这个 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 就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以后 这个社会的变革 法兰克学派的思想 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你知道今天 我们国家很多人都喜欢去 研究法兰克学派的思想 它是基于什么 就在这个时候呢 他把这个 他突出的特点是 这个文化工业的批判 是一个文明批判的问题 而不是突出的 这个阶级问题 这是他们之间的 这样一个区分 这样一个区分 所以我们在这个 在这个理解上 正是由于有这种区分 所以在这个时期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 它发展出不同的传统来 发展出不同的传统来 我们可以大致地 把这个传统 分成三种 在第三国际里面 我们首先看这个第三国际里面 实际上在这个时期 它有几种传统 一种是西方马克思主义 就是我们所说的 西方马克思这种狭义的 第三国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 它这个狭义的指的是什么呢 最主要的代表人物 一个是葛兰西 这是一种传统 那么另外一个呢 所谓苏联的 苏联在这个时期兴起来的 它最主要的代表人物 一个是列宁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一个是列宁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 可能很多人不熟悉的 现在已经不熟悉了 以前是没有人不知道的 一个是布哈林 再一个呢 就是斯大林 当然他们这是一个过程 是一个发展的过程 特别是这个 聂林 布哈林 当然还包括一个呢 就是他们的这个职业家 德波林 从总体上来说 苏联马克思主义 它整个的形成了一种传统 然后还包括它很多职业哲学家 几代人 这个我们下面要讲的 那么这是一种传统 那么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中国的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传统 就是从这个李大钊啊 开始的 这个我就不讲了 李大钊 瞿秋白 李达 毛泽东 李达是我们老校长了 这个也是这个中国最著名的 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那么这个时期的 他的这个特点啊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属于那个 我就说 要把这个法兰克福区派画出来 阿兰克福区派代表人物很多啊 还有几代人 这个大家都知道 我们在下面要讲的 就是说和和海 包括这个和和海默啊 还有这个 和和海默阿多尔洛 都是属于这个 这个阵线里面的 还有马尔库赛 我们讲的 最出名的这个马尔库赛 那么在这样一个 在这样一个领域里面啊 他们这一个时期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虽然有不同的传统 不同的传统 但是他们有一个 共同特点 就是作为这个时代的 一个时代的特点 这个时代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 那么他们的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说他们的特点呢 都是强调 人的能动性的研究 就是强调人的能动性 和上层建筑领域里面的 这样一个研究 因为面对着这个 世纪之交的 人类历史的变革 人类历史的变革 上层建筑的问题 然后人的 能动性的问题 在这个历史主动性的问题 是一个 是一个必须要 面对和探讨的问题 所以他们都 研究这个问题 那么在哲学的理论上 在哲学的理论上 他们特别强调 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 和批判的辩证法传统 强调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 和批判的辩证法传统 可以说他们是通过 对马克思的本体论 和他的批判辩证法传统 来挽救马克思主义的 哲学危机 哲学危机 使马克思 就是由于他们的研究 使马克思主义 走出了他的哲学危机 形成了这个哲学 所以20世纪 是马克思主义 哲学发展的世界 哲学发展世界 也就是说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 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 如果你不研究 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 你根本不知道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面貌 是什么样的 因为我们不可能 就是我们来理解马克思 把它理解为一种 马克思主义 把它理解为一种哲学 然后理解为一种 这个辩证法的 这样一个哲学形态 是什么样的 我们透过了 20世纪哲学家的 这样一个视野 你只有透过 这个哲学家的视野 你才能看清 就是他的这个哲学 究竟是一种什么形态 它是通过这个 通分完整的 这样一个表达 解释出来的 那么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阶段 就是这个 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 形成了 我们讲了有 苏联的西方马克思主义 和中国马克思主义 实际上它应该 还有一个法兰克学派 法兰克学派 它因为它是属于 这个第三国际之外的 这样一个哲学派别 而且它在哲学形态上 也有点区别 那么第四个阶段 第四个阶段 也就是20世纪 40年代到70年代 那么这一个时期 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说了 实际上是战后 随着资本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随着高科技 就是在战争运用的 这个军事 通过这个军事竞争 发展出来高科技 全部转为民用 转为民用 使人们的生产方式 发生了变化 也就是说了 这个时候 进入了一个 现代性批判的 这样一个阶段 马克思主义 进入了一个 现代性批判的阶段 那么这个进入 现代性批判的阶段 它到底是怎么产生的 到底是怎么产生的 也就是实际上 它是伴随着 二战以后 整个的西方世界的 一个空前的 城市化运动 城市化运动 我们国家可能很多人 忽视了这个运动 其实它的现代性 就是在这个 城市化运动的基础上 提出来的 所谓城市化运动 是什么呢 它两个特点 一个教你 怎么去当一个城市人 怎么去过一个 城市人的生活 这是一个 那么第二个 城市 它是和消费联系在一起的 它告诉你去消费 所以实际上 这样的整个社会的结构 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就是这个消费成为整个人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成了城市的主要生活方式 成为了城市的主要的生活方式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它把原来就是马克思建立的上层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这样一个立体结构 通过它的日常生活通过消费 使它平面化了 平面化了 计量化了 就是说我所有东西不是用值来计算的 而是用我的这样一个量 用一个量来计算的 所以使它全部的这个平面化了 那么在这个 在这样一个阶段上 在这样一个阶段上 就是说马克思呢 要面对的是什么问题呢 现代性批判问题 要面对的是日常生活的问题 面对这样一个国家机器的这样一个 就是说国家机器啊 开始转向了什么 对消费的这样一个 就是说鼓吹 叫消费主义啊 这种消费主义啊 就刺激了这个城市的这个消费的发展的生活方式 比方说原来我们说 到哪个地方上班 这个上班是多少小时呢 是八个小时 我只计算你的这个工作时间 但是呢 随着这个城市化运动 这个消费的这样一个现象的一个出现 那么我的 比方说我坐车的时间 我在那个路上啊 这个坐车的时间 我所应用的交通工具 也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 我每天要花多少时间去工作 还要花多少时间去乘车 我的旅游 什么全部成为我生活节奏当中的一个部分 节奏当中的一个部分 那么面对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 就是从国家机器到经济 全面的这样一个日常生活化 平面化 消费化的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结构 马克思主义 就开始开展了现代性批判 所以这个现代性批判呢 实际上它是有着特定的含义的 它不是和这个16世纪 的那种现代化运动相联系的 刚好是和这个现代消费社会的批判 一种文化符号语言的批判 它是相联系的 相联系的 那么在这一个时期 它的特点是什么 它的特点是什么 在这一个时期 我们主要的 它首先兴起的是 就是说整个 因为这个战后啊 法国是最早把这个军事工业 转为民用的 就是最早运用于中国的 所以法国在这个时期呢 法国在这个时期啊 成为这个20世纪哲学的一个重心 在这个时候成为 整个世界哲学的重心啊 在法国 法国这个很多的思想团体 这样思想团体的创造性的思想啊 展现了 可以说是展现了 这个20世纪 40年代的到70年代 这样一个成为一个主旋律 整个哲学发展的一个主旋律 那么你要了解 这一个时期的思想 你就要研究这个法国哲学 法国哲学 那么马克思主义 在这个时期的兴起 它有什么特点呢 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它和存在主义 和现象学结合在一起 本来这个法国哲学啊 它是从迪卡尔的传统里面来的 它没有现象学的传统 后来的这个时候啊 他们在研究的时候 突然发现了黑格尔 发现黑格尔的现象学是很有用的 所以他们就把黑格尔的现象学呢 和这个法国的 和后来的这个现象学传统 把它结合起来 然后运用于这个现代性的 这样一个批判 在这个当中呢 他们又同时吸收了这个 卢卡奇和法兰科普学派的思想成果 我们讲了法兰科普学派 就是对文化工业的一种批判 而这个时候 现代性产生的是什么 就是一个文化工业的问题 就是整个的工业文化化的 比方说娱乐 这样一些东西 全部成了产业 全部成了产业 印刷业 书籍 报刊 全部成了产业了 那么全部的产业化呢 电影啊 电视啊 这个视角思维的形成啊 全部成了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东西 所以这样法兰科普学派的 这样一个文明批判呢 就他的创造的这样一个思维 就具有很大的 这个很多这个成果需要吸取 还有一个呢 就是卢卡奇 卢卡奇呢 因为他在批判这个 阶级意识的时候 因为这个包括卢卡奇 活得很长了 活了八十多岁 所以他跨了这两个阶段 跨这两个阶段 前面呢在二十年到三十年 一直到后面 所以他的那个 日常生活的这样一个批判 从他的早年到晚年 就是发展出啊 很多他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 虽然他是作为第三国际 是围绕着阶级意识展开的 但是他同时强调了 无产阶级 阶级里面的日常意识的问题 日常意识 日常思维的问题 所以这个的也成了 这个这一时期 存在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 吸取的一个 很重要的这样一个资源 所以在这个时期呢 就是他们吸取了 这个当时的这个 卢卡奇法兰科学派的思想成果 同时也吸取了 存在主义信仰学的成果 来反思 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的 人的深层问题 以及探讨各级的解放问题 如果在这个 十九世纪 如果说是在第三个阶段 也就是二十年代 四十年代 卢卡奇他们研究的是 阶级意识问题 阶级的解放问题 那么在这个时期 存在主义的思想家呢 他们研究的是一个 个体解放的问题 就是每一个个体 他如何从国家机器里面 这个解放出来 解放出来 当然在这个哲学的传统上 在哲学传统上 他们还是继承了 葛兰西 卢卡奇和科尔斯 创立的批判马克思主义传统 就强调他的马克思主义 本身的这样一个批判性 同时强调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本体论 就是他要重建一种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 这是他们的一个特点 然后呢 在这个对个体的解放的研究上 在现代文化的批判上呢 他们又同时吸收了 法兰科学派的 法兰科学派的这个批判的 社会理论的这样一个思想 就是批判现代文明社会的 极权主义 来探讨个性解放的问题 探讨个性解放的问题 那么在这个法国的 存在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 这样一个代表人物当中呢 他最接触的 就一个呢 就是涅飞福尔 这个涅飞福尔 一个呢 我们就是 我们先看一看 一个呢 是这个涅飞福尔 一个呢 是沙特 我们举这两个 这个很明显 其实还有包括 他们是一个团体 都是巴黎高斯的 包括这个波夫啊 那梅劳庞蒂亚 他们都是这样 属于这个派边里面 我们现在着重的讲一下 这个涅飞福尔和这个沙特 这个为什么要举这两个人物啊 因为这个涅飞福尔啊 他是原来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而且是一个坚定的 斯大林主义者 就是在30年代 他是一个坚定的 这个斯大林主义者 是一个共产党员 后来呢 他在这个50年代的 这个就是批判 这个斯大林主义的 这个运动当中呢 他一下崛起了 马上转过来 所以就开始借鉴 这个存在主义 然后建立他的 马克思主义的 这样一个理论 所以他走的一个道路呢 是从马克思主义 到存在主义 也就是说 他离足于这个马克思主义 来来吸收 这个存在主义的成果 建立他的存在主义 马克思主义 建这个道路 那么在这个理论上呢 他主要的理论呢 就是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呢 我看到这个 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 这个书的一个介绍 一个介绍 在前面呢 就是他 他在把他的这个法文本 搬成英文本的时候 这个英国的这个翻译者呢 就写了一个 就写了一个序 这个序写得蛮有意思啊 他就说 这个在当时的法国啊 因为这个整个的 都是倾向于这个 对现代性啊符号啊 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啊 你根本很难的去发现 谁是原创性的 就是这个诗养很原创 很多都是相似性的 他就是他没有用 这个抄袭这个词啊 就是互相这个抄的啊 很难的发现 他们的理论的独特性 但是 捏非福尔的这个日常生活批判理论 是逐渡移植的 就是说 他的是真正标有原创性的 所以呢 讲他的日常生活 讲他的这个最重要的思想 讲他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 就表明了 他这个日常生活理论的 这样一个独创性 和他的价值 这是这个 equal 和他的技术 他认识是